这个世界有几个境界的人 第一个境界叫优秀 第二个境界叫卓越 第三个境界叫辉煌 第四个境界叫神奇 什么叫优秀啊 优秀的人在做事的维持 把事做得非常好 你能够把所有的事都做好 叫优秀 什么叫卓越啊 你能够让你手下的人 都把事做好 叫卓越 什么叫辉煌 你能把优秀跟卓越的人 搞到你的身上 然后为你所用 叫辉煌 优秀的人在做事的维持 卓越的人在做人的维持 辉煌的人在做局的维持 做事的人遇到做人的人 直接被降服 做人的人遇到做局的人 直接被降服 所以咱们在学校里面 最夸人的一句话就是 你真优秀 最底层吗 还说什么说啊 卓越的团队 来自的各位 你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卓越的人还是辉煌的人啊 起步要进入辉煌 对不对 有人说周老师 你说那个人分四种 但是我瞅了一下 这张图里面 没有我 我是普通 你都不配上我的金字塔 能听懂吗 来自的各位 日本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 拼命工作 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 但是美国一出手 就在辉煌做局的维持 为什么今天每一次 一买单的不是美国人 是全世界所有人 因为美国人做了个局 搞了个WTO世贸啊 告诉全世界所有人 咱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吧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卖东西给你 你卖东西给我 流通才能有财富啊 大家都去了 去了以后 你不认我的货币 我不认我的货币 怎么办呢 来咱们都认黄金嘛 黄金才是真的货币嘛 咱们都用黄金交易嘛 但是后来太麻烦了 美国人说这样吧 我们的黄金储备 是全世界第一 你们都把黄金印到美国 咱们就在美国 直接就用黄金交易 就完事了 列国黄金 全部印到了美国 但是总是每次 兑换到结算成黄金 太麻烦了 美国人这个时候又说了 这样吧 就用我的美元结算吧 我的美元是货币结算单位 我的美元倒叫美金 我在全世界政府里面 是唯一一个 我印多少美金 就要有多少美 黄金储备的国家 全世界一看 那也是啊 那就行 用美元嘛 结果当全世界都习惯了 用美元的时候 他们宣布金本位取消 美元跟黄金脱钩 从此以后 美联储想印多少 它就印多少 当全世界都在用美元 作为货币结算单位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储备美元 要成为美元的债券国 成为美元的债券国 美元的每次升值跟贬值 关乎着全世界 所有老百姓的利益啊 你们知不知道 2020年刚出来的时候 美国股指中断 四次以上巴菲特说 火酒店没有见过 达到1929年的 那个水平 1929年是什么时候 是世界精锐大衰退 二次世界大战 什么概念 无数人饿死街头 无数银行破产 无数公司破产 当美国股指中断 四次全世界都认为 金融危机要发生的时候 股市又涨上去了 股市为什么上涨啊 大家都在喊啊呀 金融危机没有了 那是目须有的 是因为美联储 在疯狂的印钞啊 你们知不知道 2020年的美国 出了什么政策 降息 降到什么程度 零 你能想象 2020年 你在美国可以 无息贷款吗 一分钱利息不用还 每一家每户 每天每个月都 按时发钱 只要你有美国利卡 每个星期 两千美金 政府发给你 连发一年多 能听懂吗 那钱从哪来的 印的 2020年到2022年 美国印钞 一共印了多少呢 各位 美国从 200年前建国 它的美元储备 这个基础货币 是4.2万亿 到现在为止 如果没听错的话 到现在为止 一共加起 应该是印了 将近30多万亿 30多万亿 什么概念 谁买单 全世界人买单 就是不想再 被美国人做局了 美国人疯狂印钞 全世界老百姓 为他买单 而且现在 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学习财商能行吗 你不学习财商 你可能会 因为这次金融危机 失去你的所有一切 你都不知道怎么失去的 因为这是降维打击 能听懂什么叫 降维打击吗 各位 来 有没有人看过三体 有人看过三体吗 三体文明 要侵略地球文明 地球文明老牛逼了 用了210年 花地球所有的钱 建了一千多艘 行星级战舰 每一个战舰 都能飞到外太空 全部都有人类 最高的科技 那每一个战舰 大得都像一个航母一样 然后三体舰队 只有两艘船 那两艘船还没有来 派了个泰车器 那个泰车器 小到什么程度呢 就像一个人这么大 你想想 一个是战舰 像航母一样大 一个探车器 像人一样大 然后这个时候 人类都觉得 这是来事好的吧 这是怕了吧 你们两艘战舰 一千艘 然后你来捕获它 人类把它捕获了 那种吧 人类把水滴捕获 以后开始研究它 这么小 这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然后一敲 发现没有振动 拿锤子敲它 没有振动这个材料 那对吧 没有振动 这个时候那个丁一 科学家物理学家 突然发现 这种材料是属于 三维空间物质里面 最硬的物质 已经硬到钻石笔 钻石笔 任何东西都硬 都硬 这一刻他突然明白了 它不是水滴探车器 它不是个探车器 它是什么 它就是它们的进攻武器啊 我们都在想象 外星科技有多发达 我们有激光炮 我们有核武器 我们有这 我们有那 我们有导弹 我们在想 它们在用什么高科技 来对付我们 它们只用了一个铁球 这个纯铁球 啥也没有 然后就在这一刻 水滴开始进攻人类 它用的进攻方法 非常的干脆利索 就是直接 打到你的发动机上 击穿你的发动机 你的发动机 瞬间爆炸 想象一个画面 地球1500艘恒星级战舰 排得整整齐齐 在云当中 而一个小水滴 然后击穿 每一个战舰的 发动机的部位 然后啪啪啪啪啪啪 穿鞭炮一样 最关键的是 穿过第一排 100艘战舰 然后90度锐脚 用了不到一秒钟转向 穿第二排 第三排 第四排 第四排 第五排 第六排 第七排 第八排 第九排 第十排 不到一分钟 人类1599艘战舰 逃了不到两艘 剩下的全部作废 这叫降维打击 所以人类开始投降 而且我们的激光炮 打在那个水滴上 那个表面 不会有任何的凹痕 因为它是三维空间 最硬的物质 是人类科技根本做不出来的 这是最原始的打击手段 这叫降维打击 从此以后 人类开始向三体人投降 你们知道三体人 跟人类说的第一句话 是什么吗 你们都是虫子 在三体人看来 你们都是虫子 这叫毁灭你 与你有何相干 当人类搞了上千个恒星一战 要对付三体人的时候 三体人来了一句 猪不在乎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个已经很牛逼了 这个不牛逼 在宇宙当中 出现了一个比三体更高的文明 他们要开始对付地球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他们发的是一个什么武器呢 一个创可贴 有贴过创可贴吗 就一个创可贴 飘了过来 没有任何的厚度 没有任何的厚度 薄的就像纸一样 透明的 像创可贴一样 人类说什么武器 这是啊 也不会发光 什么玩意儿这 这这这什么玩意儿啊 牛逼啥牛逼啊 然后当人类 触碰到这个创可贴的那一瞬间 人类瞬间 从三维生物变成了二维 变成了一幅画 当那个创可贴 飘到了那个火星的时候 火星变成了一幅画 飘到了水星 水星变成了一幅画 飘到了太阳 太阳都变成了一幅画 飘到了地球 整个地球太阳系 全部变成了一幅画 这叫降雷打击 一个二相波 整个太阳系 就变成了一幅画 人类拿什么反击 最关键的是 它的航行速度是什么 光速 人类到现在为止 也发明不了光速飞船 你不要说光速 接近光速都做不到 那个时候 人类只能发明光速的 百分之一的飞船 换句话讲 你要想逃出太阳系 你要超光速才能逃出来 不好意思做不到 所以人类五一人幸免 全部死在了太阳系 这叫降雷打击 这叫毁灭你 与你有何相干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是让你进入四维 进入五维 进入六维 那就是降维打击 你今天把我的思想 随便学习一下 我的商业模式 回到你们当地 就是降维打击 能听懂在说什么吗 那我们要不要 提升一下自己的维持啊 要不要 李嘉诚先生 在97年之前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 卖这个铁桶的 突然有一天 他看到了一个 卖塑胶桶的同行 他说他看见了 塑胶桶将会占领全球 二话不讲 辞职 自己开了个塑胶桶厂 干了不到一年 也赚钱了 突然有一天 看到了一幅杂志上面写 塑胶花将会问世在欧洲 他瞬间看到了一个画面 就是塑胶花将会统一全球 把工厂关了 开始做塑胶花 一跃成为香港塑胶花大王 赚到他们第一桶 97年香港回归 所有人都不看好香港的未来 所有人都把香港的房地产 所有的地段全卖掉 只有他 相信香港一定会 比97年更加繁荣 他开始疯狂地抄底 一跃成为香港房地产大亨 当所有人都认为 香港会越来越好的时候 在2016年 他开始陆续把香港 所有的资产都变卖 所有人都认为他傻逼 结果他变卖了不到两年 香港发生了暴动 他把所有的资产都买了英国 那个时候的英国 苏格兰英国闹脱欧 英国可能会被解体 他用最低价 几乎买断了三分之一的 整个英国 结果不到四年时间 英国重新崛起 然后就在这次金融危机 发生前夜 他的资产已经翻了将近十几倍 又把资产全部变卖 也就是当你看完 李嘉诚的每一个商业布局的话 你会有一种感觉 他能看见未来 他能看见未来 能够成为华人首富 他在中国建了一个 长江商学院 马云 潘石屹 史玉柱 冯伦 全是他的学生 有一次这帮人就一起开会 说咱去跟校长请教一下 为啥他能够立于商场 勇立于不败之地 过产了 跳楼了 跑路了 那为啥他能够永远牛逼呢 去他家拜访 以为他会长篇大论 开始讲自己的成功之法 成功之处 没有 他就讲了一句话 用白话讲了一遍 用中文普通话讲了一遍 用英文讲了一遍 讲完以后说你们可以走了 这是我成功的秘诀 这一句话只有八个字 建立自我 追求无我 你知道建立自我是什么意思吗 你知道追求无我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讲你肯定不知道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过上神仙般的生活 想不想 就是一个普通人 到成为一个开悟者 他中间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叫做 穿越富人的真眼 你穿过去了 你才有可能开悟 你没穿过去 你永远是个普通人 知道那个真眼是什么吗 叫人类成人 能听懂什么叫人类成人吗 有一个妈妈 这个妈妈生了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都被她培养成了亿万富翁 她的大女儿是硅谷教母 创立了谷歌 白衣富豪 她的小女儿是一个生物学的博士 全球最大的一个治疗艾滋病的一个慈善基金会 她的二女儿 自己创立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也是白衣富豪 这个妈妈为什么这么游逼呢 她是犹太人 她的最好的朋友 是马斯克的妈妈 美耶马斯克 他们两个人育儿有一个相同的观点 就是从小培养孩子 最重要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她说只有把孩子变成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这个孩子才叫人 要不然就不叫人 永远叫婴 所以今天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词叫巨婴啊 今天一个人长大了30岁40岁 她还是个婴儿 如果她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话 这个妈妈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独立思维呢 发生在她身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她是家里老大 爸爸妈妈很爱她 结果她的弟弟出生 但是弟弟出生以后呢 她的爸爸妈妈就不爱她了 又出来两个弟弟更不爱她了 有一次她的小弟弟 刚学会爬的时候呢 一不小心打翻了家里面的阿斯匹林 那个药 那个时候药还没有瓶子 那个药片洒落满地 她的那个弟弟就开始捡起来 往嘴上吃 以为是糖 结果吃完以后就休克了 休克以后呢 这个孩子就 这个女儿就跟她妈妈说 妈妈妈妈 弟弟刚才吃了这个 咱赶快去送她去医院吧 她妈妈给医院打了个电话 那个护士刚好认识她妈妈 说你们家也没啥钱 你来了以后还得花钱 你去再观察观察 多给孩子喝点水 好吧 不行再说吧 结果她的妈妈 就真的留在家里观察 直到二十分钟以后 那个孩子口吐白沫 这个时候才急忙地 把孩子送到医院 医生说 你早送五分钟 我就能救活这个孩子 她的弟弟死了 她的弟弟死于妈妈的五支 第二件小事 也很震撼她 有一次她在家里面 做作业 突然她觉得 头晕脑胀 她的弟弟也觉得 头晕脑胀 第二个弟弟 然后她的弟弟先晕倒了 她也快晕倒了 叫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就赶快 把他们带到了房间外面 带到房间外面 她的妈妈说这样 你现在回房间躺着 我抱着你弟弟 去问一问别人 到底咋回事 找医生 你听话 去到房间 关上门 蒙起被子 躺着等我 她的女儿 就被她妈妈赶到了房间 蒙着被子 在那等妈妈 等了整整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 她的头越来越沉 她已经无法呼吸了 这个时候 她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我到底是听妈妈的话 继续躺在床上呢 我还是想出去 她的本能想出去啊 到最后已经站不起来了 你知道吗 她爬着出了家门 当她爬出家门的时候 当她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时候 她就已经慢慢慢慢 开始恢复了 当她的妈妈 四十五分钟以后 叫人去到她家里 看的时候才发现 用咱的话 就煤气中毒 那个瓦斯管泄露 你知道这个故事 对这个作者的 这个三观 进行了一个极大的重塑 她想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当时 又听了我妈妈的话 这次死的是我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活着是侥幸 你知道吗 而这个世界上 只有3%的人 是有独立思想的 剩下97%的人 根本没有